日前花莲市华西路发生大火一连烧毁八栋的木造民宅 其中一个受债妇是还在就读花农的马同学 他和外婆相依为命 经济状况本来就不是很理想 如今唯一遮风党里的屋子被烧毁了 祖孙俩的生活陷入困境 马同学甚至没有办法上学 花莲县妇女成长关怀协会获知讯息 立即号召会员来捐款 希望可以让马同学解决目前的生活需求 赶快回到学校上课 日前花莲市华西路大火烧毁八户木造民宅 造成14个人无家可归 其中一个受债户还是花莲高农三年级的学生 这位马同学和外婆相依为命 平常经济状况就很不好 如今唯一遮风党里的屋子被烧得精光 连衣服裤子鞋子都没有了 祖孙俩没有地方住 没有衣服穿 马同学甚至无法上学 花莲县妇女成长关怀协会获知讯息 立即展开了关怀行动 花莲市美伦地区日前发生一起 连洞连排的铁皮屋的火灾事件 那有很多的受债户 其中有一户是 这个孩子就读花莲高农 跟外婆同住的一对祖孙 他们在这个火灾之后 因为所有的家当全烧光了 目前是赞助在朋友 提供给他们的房子里面居住 但是缺家具也没有生活用品 处境很可怜 那学校告诉我们这个讯息之后 花莲县妇女成长关怀协会 今天就带着三万元的善款 一起来关心他们 那让这个外婆 这个受债户能够先去购买一些生活用品 那暂时安顿 至少衣食方面能够没有缺乏 在学校的部分 也请老师们特别关心这个受债户 因为他是比较弱势的孩子 就读比较特殊的资源班 希望学校多给他一些照顾 那后续的这个部分 我们也期待透过今天的抛砖引玉 更多社会大众能够关心这个火灾受债户 他们生活上遇到的困境 目前仍然是需要大家的一起来帮忙 希望能够度过难关 花莲高农在第一时间 就为马同学发起校内募捐 然后又转介给妇女成长关怀协会 希望可以获得善心社团的帮忙 协会的会员在和马同学访谈的过程当中 又慷慨的当场拿出现金爱心加码 共捐助了三万块钱给马同学和外婆 希望他们能够先采买必须的生活用品 解决目前的生活需求 让马同学可以赶快回到学校正常上课 更希望可以有其他善心人士来关心火灾受灾户 帮助他们度过难关 记录会欢迎室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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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